哈喽,我是阿生活的夏文布 美国这边刚刚过了感恩节 那除了一年一度的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 这样盛大的打州活动 其实感恩节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大家会放假和家人朋友聚在一起 是一个很温馨的节日 那么也有很多在美华人 他们是怎么过感恩节的呢 所以本期视频呢 我就请来了在波士顿上学的小姐妹 让我们看看她的感恩节假期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Siu 我现在在波士顿上学 我这个感恩节打扫和朋友一起在家聚餐 看电影什么的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做饭 然后聊聊天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因为晚上朋友要来 所以我现在打扫一下 牛排的话因为是我男朋友的 拿手好菜 不用油吗 还不太顺 大概就是先烤箱低温烤 然后再煎 番茄排骨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做法 就是用风向核桃蛋的一个汤 红烧肉的话用糖炒一下 然后再放一些大料 放酱油老抽就这样子炖 这样子放下它就不会油了 最后我朋友的反馈还不错 有一个朋友他住的比较远 他是打车过来的 所以我现在下去煎一下他 熟了熟了熟了 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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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蛮好看的 然后这次大概准备的是烤牛排 番茄白骨汤 红烧肉 葱肉白菜 这些都算是我的拿手菜 它主要是比较方便比较快 感恩节快乐 他也给我们带了一个蛋糕 是多了之日的 他说他之前吃过很好吃 而且它长得好好看 我很喜欢这种比较简单 然后上面的珍珠真的太漂亮了 而且那个珍珠很好吃 它是麦里素做的 以上就是熟维啦感恩节啦 这个姐妹和她男朋友 真的是太会做了 每一道菜都是硬菜 好想和她成为朋友 然后去她家吃饭 那么下期视频呢 我请到了一个在美国的妈妈 带我和她的老公小孩 以及朋友们一起够感恩节 是一个非常温馨的画面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